這個當然我們知道這個 你年輕的時候是寫哪一類的詩啊 類似所謂的現代詩吧 有現代詩喔 這個很難 就是很難進入想像 要不要分享一下一個詩來 有中文也有台語的 有中文也有台語 好 那先來歌 你要不要念一首來欣賞一下 這好漂亮喔 真的 用詩的聲音喔 你知道吧 用詩的聲音 那是你要來你 我不用 這不是我寫的 你才有情感 你才有情感 好好好 來來來 詩名叫什麼 有詩名嗎 有一年塔羅牌說 有一年塔羅牌說 點點點這樣 這是1996寫的 理性是不解之夢 也性常被潑冷水 事業是一首還沒唱完的悲歌 婚姻就像澳洲土著獵人 獵到飛碟而說不出話來 金錢有毒有病 有蝴蝶美女棒棒腿的好 豪華遊戲 誰不愛死亡是未開封的笑話 關於愛情出現夜晚的青蛙 月光滑滑 月光滑滑 我們要掌聲鼓勵嗎 榮榮你聽得懂嗎 我聽得懂就 感覺就很有你當下想的東西吧 就直接寫下 那個是在1996年寫的詩對不對 可是滑滑是什麼意思 滑滑就是有點像 就是說 關於愛情出現夜晚的青蛙 月光 月光 那你這樣的解釋 我們才比較了解呢對不對 那你剛剛用那個聲音 月光滑滑 OK 所以這個 因為他會寫詩 所以當他接到了這個 道士的角色以後呢 他就跟這個導演在交談當中 意外發現居然他是會寫詩的 所以他就把這個特色 真的把它融會到你的道士的角色裡面 所以你戲裡面演的是一個 會寫詩的道士 那這齣戲你演起來 也特別覺得有感覺對不對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在幽劇場 我沒有練過唱道士調 道士調有不同的唱法嗎 你可以表演一下嗎 道士調 道士調有分紅頭 黑頭 然後黑頭可能是做傷的 那紅頭可能就是廟裡面在見教 OK OK 那來個紅頭好了 紅頭會不會 紅頭 紅頭就 妳確定妳不是在唬我們喔 真的是這樣唱的唱嗎 想說反正我們聽不懂 會有人聽得懂的好不好 會有人聽得懂... 而且蓉蓉妳不覺得嗎 她的聲音還滿不錯的 就很有那個... 很有味道 對啊 很有那個味道 這個相對於這個 蓬鳳呢她在劇團裡面 可以說就是從退伍就進入 二十多年來 然後呢在去年得到了 金馬獎的最佳的男配角 一路走來其實是起起伏伏啦 對不對 然後對於演戲的喜愛呢 是不在話下 可是呢 妳看看妳右手邊的這位美女 妳會不會覺得說她姐做 好幸運喔 二十一歲的亞太影后 我覺得得獎這事情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人家找得妳就說不重要 對 我們兩個誰先得 對 蓉蓉覺得很重要 妳就可能同一年喔 我是2008得金鐘耶 她現在兩個在尬了 有沒有在拚了 看看誰 沒有啦 說得獎沒有那麼重要是 其實在演戲這個事情 可能是要走很長久的 對 要走得長長久久的 但是對於蓉蓉來說 因為妳想想看嘛 妳二十一歲 妳就得了亞太的這個影后 其實就變成說 人家看妳的演技 或者各方面 就會對妳有一個相當高的標準 可是會不會相對有一種壓力 就是說 天啊 我二十一歲 我亞太影后 那我接下去是接的電影啊 角色各方面 我一定要證明給她看 我是會演戲的 不是浪得虛名的 其實我覺得我是一個還滿就是 就是順著那一條 我感覺到的道路在走 然後跟滿理性的 那我會覺得那種感覺是 原來我這個方向是沒有錯的 所以我不會覺得 就是別人給我壓力很大 因為我通常是 自己給自己的標準比較高 就算就是別人看不出來 我那一場戲有沒有失誤 但是我之後看電影 我只要看到我失誤的地方 就算別人看不出來 我還是會覺得很 很不舒服的感覺 為什麼我當初沒有再努力一點 為什麼我當初沒有再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其實比較重 演了當下的時候的感覺 那我如果演到後面 大家覺得不好 可是我真的很努力 那我只能說不然給你演 看你會不會演得比我好嘛對不對 沒有反正就是當下 一定要不要後悔跟努力 那我覺得之後就還有 至少得獎是確定 因為我那樣子的方式 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可以照著那一個 感覺到的道路跟那個方向去 然後那樣當時的一種努力 跟表演方式是獲得肯定的 所以她身上出道很早 妳是十歲就被發覺去拍了廣告 拍廣告 那是人家怎麼看到妳 那個情況怎麼樣妳還記得嗎 就是在街上被抓到 然後導演就問我要不要拍 然後大家就想說 好吧那就玩玩看 反正因為以前有一些拍那種 童裝平面的經驗 就想說廣告沒拍過就試試看 然後之後她是 因為她那個廣告跟提法有關 她是要被打之後 小孩子叛逆的那個樣子 對 那我小時候個性就很倔 我就真的被打到 我就很痛 我就哭了 然後哭完就很叛逆很生氣 對 所以完全是正好符合 那導演要的感覺 對 然後那時候阿姨也在旁邊念說 妳怎麼不會演啊 怎麼沒有演好 我就哭得更慘 然後之後就更生氣 OK 然後那時候很好玩 看到廣告就 我怎麼鏡頭那麼多 OK 因為正好妳那個時候的生氣還有哭 就正好讓導演覺得 就剛剛好符合了那個 被打的叛逆小孩的個性在裡面 所以妳看起來其實是一個可愛的 但是妳在小的時候 是一個叛逆的個性 我應該說是很倔 很倔 我的嘴巴它就是那種 死不認輸的 死不認錯 對 來 所以妳跟 妳從小是媽媽帶大嘛對不對 可是我們大家庭 我們家打通 所以我常常會跟表弟 打起來或吵起來 因為他每天都在那邊 然後我說妳不要鬧我 我沒有碰到妳啊 然後我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一開始在家裡大吼大叫 我說妳走開 然後之後兩個人就開始吵 然後吵一吵之後 家裡大人就會出來要勸家 就他說妳們不要吵 然後我就有可能說 又不是我 然後家裡大人就覺得有點煩 然後我說不是我 妳講我幹嘛 然後之後我就說 好啊 夠啊 要擋擾 然後我說 明明就不是我嘛 妳幹嘛說我夠了 所以他嘴巴上是不饒人的 就是一定要據理力爭的 如果他覺得是有道理的話 他絕對不會輕易就放棄的 所以妳常常因為這樣挨打嗎 對 就是通常這樣子就算了 大人火氣上來 然後我弟弟就有可能安靜 比較視效 然後通常我只要阿姨或媽媽 一離開那個房間 我就會在那邊 怎樣 就是氣還沒消就對了 就恨到他們聽到 那媽不是更火了嗎 想說妳這小孩怎麼搞的 我已經教訓妳了 妳還給我恨 這種聲音就特別了 連外國也是 平常跟她講話都重聽 好清楚 然後轉回來 所以蓉蓉 因為妳小時候就是長了一個 洋娃娃的外表嘛 所以對妳來說 其實是很佔優勢的嗎 還是反而會成為 也許妳跟同班的同學 或者同年級的小朋友 可能是造成他們覺得 妳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會因此而排斥妳嗎 我覺得不會到排斥 但是很難真的交到好朋友 然後會覺得 妳到底是哪來的這樣子 然後當然有時候就會講說 困起來了 雜種雜種 不然就是怎麼樣 可是那個多半是因為 不知道男生有可能喜歡我 所以跟我開店 對 沒有錯 那妳真的看穿他們的把戲了 通常他們喜歡一個女生 她不敢正面的誇獎她 對 對 這吳蓬蓬最了解 小時候也是這樣 妳小時候也是這樣子弄過來了 對不對 看到媒體一定要去鬧她 對啊 就 然後大家只要講到中法戰爭 一定轉過來看我 看妳 覺得妳應該有參加其中是不是 對啊 覺得妳要為中法戰爭負責 好嗎 就是那種感覺 大家就 轉過來 所以張蓉蓉是一個中法的混血兒 所以爸爸是法國人 對 那好像爸爸跟媽媽在妳比較小的時候 他們就離開了是不是 就沒有住在一起 爸爸就到法國這樣 所以他回到法國 然後我就在台灣跟母系社會相處在一起 OK 就是阿姨啦外婆啦媽媽 對 因為我們家人多嘛 人多 然後女生比較多 又熱鬧 女孩子比較細心 那妳在成長的歲月當中 後來有在跟爸爸有在恢復聯絡 或者是有些什麼互動嗎 其實一直都多多少少有一些聯絡 她說她有看過我的羊羊 她說很喜歡 她在哪邊看的 法國好像有 應該是媽媽有寄DV寄給她 寄DV寄給她 那時候我跟媽媽講 我說好要寄給她這樣子 對 她說她覺得還蠻好看的 然後我說Good Job Girl Good Job 好可惡